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是观修寿命无禅的引导第十九个修法 观时代是福而修无禅 那么这个修法的话就是通过观各个时代 也就是说过去现在未来的人们 他们都爱修无禅 在潜行管事以及大圆满信息修习 和法瑞宝的无禅道歌里面都提及过 那么前面我们学习了无禅世纪 其中有生计必死 那么这个生计必死就是说 我们这个世界上就是说生而不死的是没有的 肯定就是说都会死 本世释迦牟尼佛 这个他的教法是人寿百年的时候 这个转法论 那么现在到了末法时期 我们已经就是到了人寿 就是六七十岁的时候 那么我们一般很难活到一百岁 所以这里主要成百年之类 直接来观修 前面的话也是在皈依和发布的新的基础上 我们在观修的时候 首先就要观一百年以前的人们 以及这些盘生等等友情 那么看看现在还有没有 几乎是一无所剩 那么在现实生活当中 我们也可以看出真正能够活到一百多岁的人是少子又少 那么可以讲一般 这个都是六七十岁 那么百年以前的人已经成为了历史 他们的身体已经不存在了 只剩下他们的名字 那么在这个之前 我们在观书圣正式而修无常也知道 历代的诸佛菩萨 还有这个圣文元杰等等 这些阿罗汉 他们来到这个世界的话 现在这个也都离开了 现在也只剩下名字 有的连名字也没留下 在观世间的尊主而修无常的时候 那么我们讲历代的王朝 先人第四天转轮王 国王总统名人 那么除了天人他们的寿命长一些 但是他们也是无常的 最终生而必定会死 那么在人间的一般的 在就是说本世世家莫尼佛的这个教法期的话 百年以前的都已经不存在了 一般我们想得起来的 这个就是说离我们现在 这个比较接近的清朝明朝 这些人们的话 都已经不存在了 只剩下他们的名字 有的连名字也没有了 那么这个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可以看到 包括我们身边的 例如一个家族 从家谱里面也可以看到 古代的时候有家谱 现在有的没有了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看看我们的自己的祖先 他们叫什么名字 曾经在这个世界上当过什么 所以说上去的话 可能我们家族当中 有的可能出现过皇帝 公主 或者总统 名人等等 但是经过一代又一代 他们也被后人淡淡的遗忘了 所以的话就说百年之前的人们 在这个世界上已经不存在了 那么同样 现在的一百年之内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活着的人们 在一百年之内 绝大部分也都会死去 就像前行管事里面有一个祭送 花开满树红 花落望之空 围鱼一运在明日定水风 也就是说春天的时候 花开满树 都是红的了黄的了 纸的 珍奇豆叶 就像我们现在活着的人们一样的 大家活着有的事业都很兴旻 那么到了秋天的时候 这些花慢慢慢慢都要凋谢 花落望之空 那么最后剩下的一两朵的话 也都会落下来的 那么同样 我们寿命到的时候 不要说寿命到 也就是说中间出现一些 这个死缘 离开人间 那么也可以看到 现实生活当中 就可以看到 就是说一百年之内 几乎都会要死的 比如我们现在学佛 这个在座的这些道友 有的可能三四十岁 有的十五十岁 有的一二十岁 有的可能六七十岁 有年轻的 有年老的 但从出生到现在 我们回过头来 看看我们过的几十年 仿佛就像在昨天 就像一场梦一样的 过的是很快的 特别是现在是人寿 六七十岁的时候 我们的寿命很快就会到 所以百年之内 比如我们现在在座的各位 这个学会 或者是你们一起 就是共修的道友 那么在一百年之内 到了一百年以后 还有没有一个人会存在呢 很难很难 随时这个死亡都会到来 一个是我们刚才讲的 寿命的话 就是我们是人寿六七十岁 能够活到一百岁 很少很少 何况中间 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死云 死的因缘很多 生的因缘很少 生的因缘也会变成死的因缘 以前上司也说 他们同学集会的时候 说当时有一位老师说 再过二十年 我们来相会 那么当时上司讲 其实我们能不能等到二十年了 这个道友也是的 其实不要讲二十年 每天都在变 所以这个我们可以 想想我们的同学 我们的同事 我们变得那么也就是说 随时都会走向死 那么当时他们讲二十年相会 上司讲 再过二十年 我们来送到火葬 火葬 藏 烧 你一堆一堆 谁也不认识谁 送到天 化肥 那么也就是 再过二十年 很多人 死的死 走的走 包括在我们 这个就是我们要找 多年前的这些道友的话 少 钱的都很 不是有一次三十 他们有几个看部 就是说当时开法会 那么看看都是新的 所以的话 想找一些老道友 在一起 聚一聚的很困难 确确实实 再过二十年相会 里面很多同学都死了 所以百年之内 肯定都会离开的 那么在我们现在 生活当中 比如 比我们年长的 例如爷爷奶奶 小的时候 我们看到他们 那么慢慢慢慢去死了 或者我们的师长 亲戚 朋友 仇人 等等 或者跟我们同年的 比如 我们读书的同学 例如以前 我读初中的时候 一位同学 他就死了 还一位法师将 他和一位同学 上学过马路的时候 那么几秒钟 一辆大货车 穿过来 但是就把同学 给钻死了 当看到白色的老将流出来 他还不知道 这就是死亡 还以为赚得比较严重 赶快送医院 所以的话 死亡离我们是很近的 随时都可能死 确确实实 就是说死亡离我们并不遥远 随时都可能发生 再看看 比我们年轻的 这个也是有死亡 例如我哥哥的小孩 几岁就死掉 我们身边发生过很多 比我们年纪大的 同年的 或者比我们年轻的 包括我们身边的深处 一年一年都在变化 百年之内 肯定都会死去 所以大家想一想 从我们从小到大 我们身边的人 我们周围的 包括我们的亲人 我们的朋友 我们的同学 那么这样 这个到现在 我们的生活的 这个圈子 这里面的人 可以看出 很多很多 不管是年轻的 和年纪大的 都要离开了 所以就是说 在菩提道 慈离广乱里面讲 就是说我们要 时时刻刻 关 就是说在日日当中 就每天之中都关 随时 这一天之内都会死去 那么有这种紧迫感 同样 未来也是一样的 一切众生也是这样 百年之内 肯定都会死亡 也就是说 前一代不断死去 后一代 又不断的出生 生的边际 又走向死亡 就像专家 春天播种 秋天收果 年复一年 那么啊 就是这样 啊 死死生生 生生死死 当年 佛陀代的身重啊 走到一片树林的时候 但是啊 有一颗 这个果池成熟 就掉落下来 佛陀就说 我们的人的寿命 也是如此 当你的寿命到了 就必然掉下来 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 看的是多字又多 所以的话 也就是说 过去的一百年 是这样 现在的一百年之内 也是这样 就像专家 换季节一样 那么未来的一百年 也是这样 在我们生活当中 没有生而不死的 必定会死亡 并且 环泉路上无老少啊 有的年长 有的年轻 啊 这个 例如这 这几年 就是我们啊 这个 班上这个 超多的 这些道友里面 都是很年轻的 一般就说 七老八死的 很少 都三四十岁 啊 这个 有的是得癌症 有的是其他的疾病 啊 就像我们班上一个道友 还算比较年轻 啊 当时做功德会的 负责人 非常的能干 但是 没过多久 发现已经是 晚期的癌症 再过两个月 就离开人世了 所以的话 从我们身边发生的 有时候都不敢相信 活生生的一个人 在旁边 一下子啊 就离开人间 从身边发生的 这些事情 我们就要去示威 我们自己 也不会例外 不管是 兄弟 姐妹 同班 同学 邻居 道友 一个个观察的时候 啊 有好多都已经去世了 可以说 从小到大 我们生活过程中 身边的这些人 有的啊 已经离开人间 啊 有的 或者是就说 离我们啊 这个到其他的 这个地方去了 啊 那么所以 死亡 随时都在我们身边 上演 这些其实 我们并不陌生 那么懂得这一点啊 就要有一个 紧迫感 包括家里的深处 啊 大家想一想 特别是我们生活在 农村的啊 里面 家里啊 有牛啊 羊啊 猪啊 狗啊 鸡啊 鸭啦 啊 等等 那么以前死去了多少 现在又剩下多少 这一切 最终都会变成什么样子 啊 其实都超不出 无常的本性 所以啊 从百年来推比的话 百年以前 再世的人 如今没有一个 遗留下来 特别是现在 南章不周 所有的众生 百年之内 也会一个不胜 全部死了 啊 一般的话就是说百居罗州 他们是人寿一千岁 啊 那么啊 新牛霍多啊 霍州人寿五百 啊 东盛神州人寿二百五 但是我们南章不周 是业力之地 也就是说 现在末法时期 人寿也十六七十岁 这个中间啊 就是说 随时死亡的因缘 特别特别多 生的因缘 也会变成死的因缘 随时都可能死 啊 那么啊 这个不仅仅是我们人类 上至飞飞翔天 下至无间地狱 内外七情 所释的一切万法 恒常兼顾的一事一物 都不会存在 都是无常的 啊 只要是在这个轮回里面 所释的 一切都是 无常的本性 啊 那么在大爷们 心心修习里面 也这么说 那么也就是说 不管是百年前 还是我们现在 百年之内 还是未来的 都是这样一批一批 啊 就都会死去的 所以的话 懂得这一点 我们啊 知道啊 这个死亡到来的时候 只有正法 对死亡有利益 所以啊 这个就要 嗯 感到没有死之前 要静静地修着正法 啊 在因缘品里面 也讲过 某 自某日夜晚 初日母胎者 受无真为减 一去不复放 也就是说 自从我们入母胎 那一时刻起 我们的寿命 就啊 只是减少 不会增长 增多 前面讲呢 啊 那么我们的寿命是 叉啦叉啦走向死亡 就像日出西伤 啊 日落西伤 啊 这个就是说 江河日下 那么啊 在这个过程中 还有啊 很多很多的 这个因缘 让我们到这死亡 所以上午见多事 午后有不见 午后见多事 啊 一成有不见 例如有时候我们开法会 或者有时候 包括我们周围的人嘛 三五见面啊 你还看到很多人啊 下午就看不到了 有的啊 车祸 有的或者食物中毒 有的啊 可能是啊 这个心脏病等等 各式各样啊 就是突然就死了 午后见多事 有时候下午还看到很多人 第二天就看不到了 啊 那么这个都说明 无常 这个大的无常 在我们身边散演 诸多蓝与女 有意有钻年时 说此年轻人 岂有存活准 啊 那么有的是中年人 就会死 有的年轻的时候死 有者胎中时 有者落地亡 有静爬行时 有跑时夭着 啊 那么有老有年幼 有些钻年人 相继而离世 如果属坠地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啊 大家在身边 发生的事情 就可以看到 有的是钻年人死去 有的是年轻 有的老 但是有的刚刚啊 就是有的是 胎中就死去了 有的刚刚生下来 就死去了 有的学会爬 啊 死去了 有的刚刚会跑 啊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的话 死亡啊 就是说随时都在我们身边 散演 那么通过身边的这个新闻 也可以看到 例如我们的同事 可能今天还在上班 明天就可能离开人间了 上次当时啊 讲课的时候就啊 听到讲 尼泊尔的国王和王妃被暗杀了 第二天 王子又自杀了 所以一家人 一下子啊 就是离开了人间 包括我们看 米拉日巴尊者的啊 专辑里面啊 他的伯父一家 上午在举行啊 婚礼 下午房屋倒塌 上十五个人就死去了 或者我们看 有的时候发生地震啊 啊 那么一下子前几分钟 还在人间 后面就已经啊 走向中阴后市 或者有时候车祸啊 那么啊 这次我们班上 有两个道友上来啊 遇到车祸一个啊 腿就啊 坏了一个脖子里了 那么这个还是大的 这个不幸当中的万幸 还保住了这条命 所以的话就是说 特别是现在的这种交通事故的话 啊 特别的多 所以的话我们啊 谁也没办法保证 今天我会不会死 所以的话就说 死亡 横时都在我们身边上演 赞助有一句俗语 在一个接近死亡的病人面前 也可以看到很多年轻人离开人间 有的时候我们看有些人经常生病啊 就是好像一个药罐子样的天天吃药 好像很快会死去 但是往往啊 自己还没有死 却看到身边很多年轻人一个一个死去了 所以的话 层次里可以看出我们相继都会离开这个人世 好像果实成熟 必定会落地一般 那么这种情况随时随地都发生在我们身边 我自己也不例外呀 我什么时候啊 就会走向死亡呢 所以从我们身边发生的就想到我们自己 一个是我们就说 没有发生意外的 我们的寿命也是一天一天啊减少 一天一天啊走向死亡 在这个过程中还有很多意外的啊 这个死源 那么都可能让我们随时死 所以这个时候啊 我们就要提高警惕 虽然有时候我们算命啊 可以活到七八十岁 六七十岁 有的时候可能活到这个年龄 但这个年龄很快也会到 因为我们的寿命是啊 从来没有增加过 那么刹了刹了再走向死亡 有时候没到这个年龄 就已经走向死亡了 所以的话啊 从百年前百年内和百年后 我们看出这个是必定啊 这个走向死亡 很快走向死亡 所以感到我们现在还没有死亡的时候 当下就要精进的修持 对死亡有利益的正法 从我们自己的身边 例如啊 这个学院 每天都会超度完人 每天中午啊 有几具尸体啊 这个用袋子包的啦 什么啊 箱子钻的啦 放在那个小石头林啊 这个汽车站那里 啊 那么看到这些人 我们也想到 或许哪一天自己也会躺在那里 有时候到石头林啊 看到每天的尸体被砍的时候 我们也想啊 死亡死客都在我们身边上演 我哪一天也会啊 这个被砍 也会丢到石头林 或者啊 死在啊 这个就是汉地啊 被啊 这个送到火战场 都可能 特别是末法时期 人寿六七十岁 一百年之内 肯定都会死去的 所以赶得还没有死之前的话 静静的啊 为死亡做准备 而修制正法 啊 那么这里就是成 死亡的这个规律 我们现在人寿啊 六七十岁的时候 那么啊 大家都是成出生那一天 就是刹那刹那走向死亡 那么百年之内 肯定会死去 啊 很快就会死去 所以一定要修制正法 啊 最后啊 回向上干 苏人的一天 他家子巴尼 土雷尼 贝斯兰 贝斯养 借卡拉吉 我能吃吧 一只比 祝日 祝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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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秀 祝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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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